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如果你是有冷眼旁观和窥探欲的朋友 那么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会满足你的好奇心 由全英勒导演的恐怖电影《提现墨偶》 男主角任志勋是一名优秀的精神科医生 他思维缜密又冷静 把所有的感情都用科学与生理紧密结合 因为杰出的外貌 世大身边永远都不缺少异性 每天枕边都有不同的女人 可是他只是一味的沉面于肉体的欢愉 却不投入感情 导致内心的空虚与寂寞无以复加 直到一天早上,吃早餐时坐在安静的大房子里 止不住的流泪 才发觉自己的生活太过于寂寞 他的同事兼好友俊姬则不然 是一个追求古时大户人家 男女婚配则偶的传统男子 俊姬通过相亲认识了女主美丽的提现墨偶师贤真 女主完全符合俊姬的理想型 俊姬也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可是就在交往的过程中 因为男主的传统与老旧 使本该在咖啡店进行的约会赶到了米肠汤店 就在吃饭的过程中 这让行为心理医生的俊姬感到并不寻常 贤真向俊姬直言 世上会看到恐怖的鬼影出现在她的面前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失去知觉 为了帮助新的女主摆脱困境 俊姬摆脱男主置薰来催眠为贤真治疗 在治疗的过程中 女主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展现出了自己的另一种人格 并且毫无保留的谈言中 自己尘封在内心深处的记忆 在男主高超的医术治疗下 女主一点一点的脱离了过去 并慢慢地进行对第二人格的吞噬 但是治疗的过程中 男主却犯了作为医生与朋友的大忌 爱上了女主 与其说是爱上了女主 倒不如说贪恋女主窈窕的躯体 在女主第二人格的一次又一次的魅惑下 男主终于沦陷了 就在女主最后一次的催眠治疗中 男主最终打破了禁忌 在贤真的潜意识中 埋下了对他深爱的种子 并通过催眠的方式 命令女主每个周末的下午三点 都要去自己的公寓 与自己交好 风雨无阻 并且在离开后 忘记当时发生的一切 他就像是一个透明的强盗 无声无息地掠斗女主与好朋友的一切 可是治终究是抱不住火的 男主的朋友军基 还是发现了女主的异常 并找到了真凶 就在这时 影片出世时 男主课堂上出现的学生 对男主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可能是因为长久的寂寞 也可能是因为真正的情投意合 男主与学生很快坠入爱河 并决定闪婚 但是贤真还是按照潜意识的控制 每周末下午三点 来到男主的公寓 男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并给贤真解除了记忆深处的控制 但是可怕的是 催眠的太过于身中 在贤真的记忆里 依旧残留着对男主治勋的爱慕 贤真男友去他木偶工作室 找起表白求婚 贤真看到后 想起初恋男友的死亡场景 疯狂地把男友杀死 贤真又想把治勋带回工作室 然而治勋想摆脱贤真 把贤真掐死 所以知贤真没死醒来 把治勋雷晕 挑断其肌肉与筋骨 做成木偶 悬挂在工作室 让他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提现木偶 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怖片 恐怖的元素 也仅仅体现在了 一次又一次的杀戮之中 可实现深深地传出了一个道理 当一个人无法克制自己欲望的时候 就是向恶魔靠近的时候 当一个人希望 像控制一个提现木偶一样 来控制他人的时候 那些所取的欲望将永无止境 永远也不要为一己私欲 而妄图霸占他人的全部 也不要因为空虚与寂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